国立台湾科技大学ENBA学生联谊会秘书长林金为 协同了资源组长活动组长一行对外募集2000剂快筛世纪 前往花莲的秀林乡公所捐赠了500剂的快筛世纪 由乡长王玫瑰代表接受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面对疫情需要全民共同防疫 虽然秀林乡确诊数比例相当的高 但分析相当的因素 除了部落社会生活习惯互动密切之外 不外乎与秀林乡为华林重要观光旅游景点 人口旅动力高有直接的关系 感谢国立台湾科技大学ENBA学生联谊会 感谢我们秘书长林金为 还有我们资源组长刘文贤 还有活动组长林明毅的三心援助 在秀林乡深受疫情的冲击 他们立即伸出援手 在这里我要代表秀林乡的乡亲 至上最深的谢意 我想在4月初秀林乡遭受疫情的侵袭 到目前我们确诊人数高达1881人 匡列人数也高达到1200多人 那失业人数当然就不计其数 那秀林乡在一开始遭受疫情冲击 我们第一时间我们就成立了防疫小组 那针对确诊匡列的家户 进行物资发送及关怀的工作 当然在倾销方面 我们协助了我们确诊家庭 以及公共场域各项工作的倾销工作 我想面对这样的疫情 这是全世界也是全国的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生活圈其实早就已经是跟他们是共同了 所以我们之所以会染疫越来越多 就是因为如此 在这里我还是要拜托各位乡亲 即便如此 我们一定还是要做好我们的防疫措施 请戴口罩 不要外食 而且拜托居家的环境 一周三次清销 我相信病毒就会远离我们 民主长林纪会表示 原乡地区一直缺乏快塞四季以及防疫物资 即可台湾科技大学 EMBA学长学姐们爱心募集 2000多季的快塞四季 来捐赠修林乡公所 接此希望抛战允育 让更多慈善机构 一起关怀修林乡 以及其他偏远地区的乡亲 让疫情赶快退散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 原乡部落缺乏的一些快塞剂 还有一些物资的情况之下 我们集合了台科大EMBA的学长学姐的热心 那我们募集了大概2000剂的快塞疫苗 那目前就是将这些2000剂的快塞疫苗 捐往原乡部落这部分 那也因此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热心服务的工艺的精神 然后抛砖引力 希望各界的企业或者一些慈善机构 能够一起共同来为偏乡地区的居民们一起努力 然后一起来对抗这个疫情 然后让整个疫情可以赶快的退散 箱上我们会表示 修养乡要五大企业产生中心 相对也产生劳力人口流动力高 尤其包括花龄石吉安乡 以及新产乡为共同生活圈的因素 也成为防御需要强化的对象 最后也希望修养乡亲 能够做好防御的工作 共同来度过难关 请募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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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募集完